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在欧洲的中世纪时期 欧洲文明圈意识形态的领军者是天主教 除了东正教掌控的东欧外 南欧、中欧、西欧、北欧 均为罗马教廷的势力范围 教廷不仅掌控着意识形态 在世俗领域规范着人们的生活 就连欧洲各国国王登上王位 都必须由罗马教皇册封 否则就是不合法 欧洲地缘结构分裂 没有强大的核心板块 政治上没有大一统的条件 外部面临着东罗马、伊斯兰、游牧民族 凶人、蒙古人等势力的侵扰 内部各国冲突矛盾频繁 加之欧洲各国领土面积不大 国与国之间有较大的经济交流 种种原因促使天主教成为欧洲的普世宗教 罗马教廷的地位也变得至高无上 不过在中世纪后期 情况发生改变 天主教内部涌现出脱离天主教的热潮 经过改革斗争 西欧、北欧等区域脱离罗马教廷 成为新教的势力范围 当然 新教也属于基督教体系 不过 新教与天主教有较大的不同之处 一 是新教的宗教规范和仪式 与天主教相比有极大的简化 二 是新教没有教皇这个强权宗教领袖 三 是新教没有统一的宗教组织 各派系 各地区 因地制宜 自行组建 教会组织 四 是新教对世俗没有过多介入 不像天主教一样 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 为什么新教会挖掉天主教的墙角 阿汤认为 这与时代变化 有莫大的关系 云石军曾说过 天主教增加欧洲各国的凝聚力 使他们协同抗击外敌 这一意义在中世纪前期重大而深远 那时欧洲穷弱 文明程度不高 不团结 无法抵御外敌 伊斯兰 游牧民族等侵袭 而到了中世纪后期 情况发生了改变 一方面 随着生产力 科技的发展 欧洲的开发程度变高 各国国力得到提升 另一方面 随着热兵器时代到来 游牧势力的军事力量急剧下降 这样的背景下 天主教整合欧洲的作用逐渐变弱 同时 其调和内部矛盾的功能同步减弱 航海时代拓展了欧洲的生存空间 使欧洲各国将眼光放到了等待占领发展的新大陆 亚洲 非洲等地 不再为争夺欧洲的一亩三分地 而你死我活 由此 内部争斗以及内部的经济交流均被弱化 天主教调和内部纷争 推动内部经济交流的功能也就相应下降 边缘国家实力得到增强 在地缘格局上的影响是 天主教世界的权力秩序被撼动 罗马教廷是天主教的中枢 因此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南欧地中海沿岸为核心板块 而英国北欧北方边缘地带则是边缘板块 南欧气候温和加之由地中海贸易圈为依托 因此一直以来都是欧洲文明的核心本部 相比之下 英国和北欧气候严寒 加上地处边缘区域属于穷困地区 但从中世纪末开始 情况发生转变 首先西北欧因生产力的进步 其开发程度大幅提高 其次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是西北欧直面大西洋的地理优势得到彰显 成为新航线上获利最多的 同时这种获利会随着殖民地开发程度的提高 以及贸易量的增加而提升 本来西北欧就处于罗马教廷势力范围的边缘 天主教对西北欧的控制力相对薄弱 现在西北欧因海外殖民和贸易收益巨大 不仅实力提升国力强于南欧 就连文明也反超南欧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自然不愿再受到罗马教廷的高度管制 换言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以及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天主教的统治力大不如前 并且其弊端也逐渐明显 天主教同其他宗教一样 推崇清心寡欲 克己奉工 奉献自己 这样的观念在中世纪是欧洲需要的 大时的欧洲贫穷 通过人们自身控制自身欲望 来谋求财富的积累 对内 让人类生活的延续得到更多保障 对外 积蓄资源 用于抵御伊斯兰 东欧游牧势力的侵袭 不过 这种禁欲对于大航海时代来说 是一种阻碍 大航海时代 海外的开拓是欧洲财富的主要来源 而在开拓过程中 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直白来说 就是用命赚钱 有可能某一天命就没了 既然海外扩张风险如此高 人们自然害怕 那么 如何消除人们的恐惧呢 那就要从两方面着手 第一方面是物质层面 足够多的钱 第二方面是精神层面 激发人们的欲望 让欲望超过丧命的恐惧 前往海外淘金 既然需要激发人们的欲望 那么天主教清心寡欲 克己奉公 就不再是人们需要的 而且 天主教的本质 是道德秩序上的一种形象化 而道德上的秩序 是以物质基础 社会资源为基石的 简易来说 人处在一个物质充足的社会时 会提倡互助互爱 当人所处的社会物质不足时 规则就会变为势强凌弱 对欧洲而言 殖民地以及海外物质条件恶劣 其资源不足以维持欧洲本土 那样的文明秩序 在这些地方 只有不讲道德 不守秩序 才能获得丰厚的利益 因此 天主教客己奉公的理念 很难推广 说白了 以前的欧洲 就像一块被多方惦记着的蛋糕 想要尝到这有限的蛋糕资源 只能遵守秩序 而大航海时代 让欧洲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 这样的环境下 只有激发人的贪欲 打破常规的社会道德 才能不断开拓壮大市场 同时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人类物质财富急剧增长 传统的人文时代结束 科技时代来临 科技时代 人类除了追求发展新大陆拓展生存空间外 还追求科技的发展 以提高人类文明发展水平 但科技的发展 需要人拥有质疑与探索的精神 当时的天主教 极端追求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 上的统一 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这违背了当时欧洲的物质需要 以及人类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的发展 天主教自然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 天主教在世俗世界最主要的价值 是建立一套能适应欧洲文明圈的规范 这个规范具有减缓各国分歧 集中力量 应对外敌 以及让欧洲人安平乐道 维持欧洲文明的延续和生存的作用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欧洲文明范围急需拓展和质量的提升 天主教的统一性 规范的弊端愈发明显 这种情况下 欧洲自然会打破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 新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同时在地缘关系上与罗马教廷较为疏离的西北欧 依靠新航线手以颇多 自然而然成为新教的基地 伴随着新教的崛起 欧洲文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按照一般规律 天主教的归宿和末路和消亡 但事实并未按照这个规律发展 虽然西北欧成为新教的据点 但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区域 依旧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 天主教在基督教三大派系中 依旧稳坐第一把交椅 其信徒规模超过新教 以及东正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